9月21日,苹果发布了最新的iPhone 16 Pro系列手机 并立即启动了对下一代iPhone 17系列的爆料 著名分析师Ross Young透露 苹果计划在iPhone 17标准版和Air超薄机型中采用先进的120Hz ProMotion刷新率技术 相比之下,当前的iPhone 16标准版和Plus机型分别配备了6.1英寸2556x1179分辨率 和6.7英寸2796x1290分辨率的OLED面板 但刷新率仅为60Hz 已入120Hz ProMotion技术不仅将显著提升屏幕的流畅度 还将通过降低功耗 使iPhone 17标准版和Air机型在屏幕元素长期静止不动的场景下 入AOD Always-on Display功能中 实现低至1Hz的刷新率,从而延长电池续航 这一升级体现了苹果对提供更优性能和更好用户体验的持续追求 随着iPhone 17系列的爆料陆续揭响 消费者对这款新机的期待也日渐升温